四個中學文憑市考生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說查閱評分紀錄和試卷時 考試及評核局過度收費 公署裁定投訴不成立 考試及評核局去年開始改用電郵取代實體覆盤 向文憑市考生發放查閱資料 第一課由原本收400元下調至380元 之後每課維持104元 上屆四個考生投訴說查閱形式改變費用應當下調 認為局方仍然以成本比較高的實體覆盤計算收費 違反私隱條例 公署調查後認為考試及評核局收費低過成本 沒有超乎適度 裁定投訴不成立